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 2018一件双雕艺术季今日揭幕 今年在七谷岩山 台湾岩博物馆 马沙沟3D彩绘村同步登场 沙雕结合马沙沟3D彩绘抄袭经 不少民众携家带卷前往秘境拍照 小渔村热闹 在七谷岩山举行开幕活动 由嘉义太子表演艺术团 以撼动人心的古异结合其舞演出其开得胜 原家满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徐震能 与各界人士以雕心力仪式 手持狼头 刻刀 为台南宝玉类动物黑面皮鹿岩雕 草枭沙雕作品凿克最后一刀 于千空中舞蹈 北门国小木相顾 皇帝女子乐团精彩演出 以及叠岩巴 夯杀了趣味赛 岩橘虾 蛋 咸冰棒等免费品尝等 吸引不少民众参加 云馆处今年利用一千吨岩与沙打造的作品 在七谷岩山 台湾岩博物与马沙沟3D彩绘村都可看到 近日参观人潮络绎不绝 徐建能表示 一剑双雕艺术季迈入第七界 今年岩雕结合花灯 沙雕串联3D彩绘 光联新世界 岩沙乐园等内容 不但是全台首建 将沙雕搬入社区 更是台湾第一次创举 希望为传统岩产业创造新生命 为偏远滨海社区注入新活力 带动地方商机 一剑双雕艺术季 即日期至8月31日